你還在吃這些東西嗎 當心吃出大問題 是 現代人的健康意識 比較高漲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吃一些 養生食品 吃一些大家認為 比較健康的東西 像果汁這個東西 就滿多人喜歡的 為什麼 因為 大家都知道很多營養素 加熱會壞掉 你果汁打成這樣子沒有加熱 他們覺得 但是你知道嗎 果汁如果喝過量 你也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問題 最近我們門診有一個病人 他來的時候 祖書是因為他最近覺得 他小便變得比較少了 而且還有一點泡泡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自己就是腎臟壞掉了 他就跑來看那個內科的醫師 那時候我們幫他演 腎功能確實下降了 小便裡面也有一點蛋白癮 他就很緊張 那時候他以為說 奇怪他怎麼會腎功能 突然間掉下來 結果就很害怕 那內科醫師就幫他查了一下 結果他發現他沒有糖尿病 也沒有其他什麼樣的東西 他唯一有個問題就是 所以他就非常訝異 他就說他奇怪 他怎麼會療症過高 因為他們家裡其實有 他的爸爸有痛風 所以他其實他一直都很注意 因為他知道痛風會很遺傳 所以他海鮮類的東西 他都不敢吃 那些高普遺症他都不敢吃 因為他就是知道說 他吃多了他可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可是他那時候 醫生跟他講他尿症過高 他完全不能夠相信 為什麼他兩個一天不能夠相信 第一個 他食物很節制 第二個他說他又沒有像他爸爸一樣 關節這樣很痛什麼的 為什麼他尿症會過高 那時候我們才跟他解釋 其實尿症過高 不是每個人都會引發痛風的 其實尿症過高 然後他可能會產生三個毛病 第一個就是 他沉澱在關節 你就是痛風嘛 他沉澱在尿路 你可能就會尿症結石 就跟瓜哥一樣 那可能是尿路結石 當然瓜哥可能不是尿症啦 還有一個地方 尿症也會沉積 就是直接沉積在腎脹 他就會直接造成腎脹功能下降 所以這個病人 他沒有像他爸爸一樣 痛風是忍痛 他也沒有尿路的結石 他的尿症是直接沉積在腎脹 造成他生功能就下降 可是他就說 他覺得他自己很養生 怎麼還會這個樣子 對 最後就發現 其實是因為他非常的愛喝果汁 大家就這樣 果汁到底哪裡有壞處 你知道嗎 當我們身體裡面的血糖值 如果慢慢的升高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影響 它會 所以他就跟你吃進很多海鮮的意思 其實差不多了 你平常喝那個吃水果很OK 可是你吃水果不會吃很多 因為吃會飽 你果汁一背下去 可能是好幾個水果就在裡面 所以那個血糖上升 這很可怕的 沒有真的吃下去 纖維素也沒有真的吃下去 大部分都濾掉了 那醫生建議 一個禮拜大概可以喝多少果汁 我真建議你直接 不是啦 你肯一顆蘋果要花很長時間 對啊 可是你打一杯果汁 肯你有兩三顆蘋果 對 你就不想咬 你就不想咬 所以你會不會失智症 因為你不用咬 你就會失智症 你不用咬都沒有力量 而且另外一個 還有大家常常遇到的問題 我們醫生其實最怕看到 沒有咳嗽跟頭暈 因為這兩個幾乎都 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可是之前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那個大學同學聚會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朋友跟我們一起 那時候在場就有我 還有一位耳皮歐哥醫師 還有一個眼科的醫師 還有一個是另外一個朋友 他在我們聊天聊聊 他就開始抱怨說 奇怪 你們醫生都沒辦法 治好我的頭暈 我們就說 這麼多醫生 我說你講講看 可是他說耳皮歐哥看過 檢查過耳朵 沒事 檢查過那個 腦神經科也檢查過 都說他很正常 就說他頭暈 可能是什麼頸椎有問題 不然就是說他可能血太油 都跟他講這些 但是他其實去檢查了 對 他 頸部也有一點點骨刺 但是他說他也有去做腹腱 那個也有在吃醬血脂藥 但是他頭暈還是就 十步 三步 五十 就是還是會發作 結果他那個皮歐哥醫師 就好像有點不大概念 說什麼好像頭暈 是他們的專科 怎麼會醫不好 就跟他聊得比較深入 結果聊一聊之後 就發現我那個朋友 有一個很大的習慣 就是他很喜歡吃巧克力 他那個耳鼻歐哥醫師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試著 戒掉巧克力看看 結果你知道嗎 隔了兩個月之後 我那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你幫我謝謝 那個耳鼻歐哥醫師 我說幹嘛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真的 他問我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就打電話問他 那個耳鼻歐哥的同學 他還知道說 其實巧克力 大家知道巧克力 有時候會引發 那有一種騙頭痛 叫做 它就是除了影響 會引起騙頭 還會造成你前庭的 那個生肌有點不大穩定 但是他潛力是 但是很奇怪 有的人那個吃巧克力 引發潛力性的騙頭痛的時候 他不會頭痛 他只會單純的頭暈而已 所以他那個人就是比較怪 他吃巧克力會引發頭暈 而且這種人還特別愛吃巧克力 對 滿足感 但是喝完就頭暈 吃巧克力可以抑制頭暈 因為可能就是血糖低 對啊 吃巧克力很原因 如果你是血糖低造成 你吃巧克力當然OK 可是結果他反而是因為 吃巧克力造成一個天庭 那他巧克力是有分種類的嗎 白巧克力應該沒有關係 要吃黑巧克力比較會 天算萬算難知道 原來致病兇手竟是他 之前就有一個那個國中生 被他爸爸帶來看我的門診 因為他爸爸是我老病人 他說 江醫師 我兒子那個手指上長了好幾個 就是食指 長了四五顆東西 他說我眼睛一看 我第一個感覺是 他就知道 手指上也會長一些病毒油 我看到這顆手指之後 我就開始看其他地方 因為通常病毒油 整個時候長不只一顆 就是他也會傳染 其實那時候他爸爸就問我這是什麼 然後說第一個反射就說 這個是病毒油 我說這個要開掉 不然的話會越長越多 可是我那時候心裡很納悶 他就是長得有點皺皺的 我覺得好像 跟我一般看到病毒 又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其實不是很像 後來就去開刀 隔一個禮拜回來看病毒報告 我病理科醫師上面竟然打 這個是 醫生就很老實 可是他爸爸就問我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說這是油 但是這是菜花那一種 菜花那一種 對 他爸爸當時就翻臉 就開始質問他兒子說 你才國中生 你這個手指怎麼會長菜花 對啊 當時就把他拉到臉子裡面去 叫我看他那邊有沒有 就沒有 他就真的只有手指 就也很冤枉 他爸爸就說 那你一直去外面幹嘛... 我就一直罵... 我後來就沒聽到他罵什麼 因為我後來就請他出去了 我就幫他寫整段書 但是我沒有寫 我就寫 手指病毒肝 病毒油肝 我只聽到外面 還是一路上來聽到 他爸爸一直在罵他兒子的聲音 什麼私生活不檢點 結果兩三個禮拜之後 他爸爸自己來找我 結果他就跟我說 江醫師 結果我誤會我兒子 我兒子沒有真的去幹嘛 我說真的嗎... 我就很高興 我說你們和好了是不是 他說和好了 我兒子沒有亂搞 他也沒有錢 結果後來你知道 結果是誰出了問題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家庭 就鬧了一點家庭革命 結果後來是他的 因為他們是住在北部嘛 他表哥是南部人 可是大學考到北部 所以借住在他家 他跟他兒子裡面 唯一有共同的就是那台電腦 你知道嗎 他的表哥可能有去外面玩 所以感染到了菜花 抓一抓之後去用電腦 但是可能就很倒楣嘛 他表哥剛用完電腦之後 他又去用 剛好他手指上 可能又有一個小傷口 你問他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手上也有了 我都沒有想問 對 所以他講說 有時候身邊的人 就是還是會害到你 所以人一定要跟地球 環境要隔絕掉 所以我們外面一定會有皮膚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你不用 因為皮膚很緊密 所以可以防範大膚的病毒 跟細菌是入侵的 可是人為什麼不能 從頭到尾都是皮膚 因為我們為什麼 還是需要有黏膜 因為有些地方 我們需要吸收養分 有些地方我們需要 就像如果你的肺包上面 都是皮膚 那你細菌的空氣 怎麼做氣體交換 所以不可能嘛 所以黏膜那邊 黏膜一定要覆蓋你的呼吸道 黏膜也一定要覆蓋你的腸胃道 因為你吃去的東西 還是要吸收嘛 所以我們那個黏膜的健康 就很重要 可是黏膜要怎樣健康 一般人正常來講 黏膜就是要 我們正常來講的話 黏膜大概每三到七天 它就會換一輪新的 就像你嘴巴破洞 大部分一個禮拜之間 它就會變 它自動會換成一個新的 所以你腸胃道黏膜 呼吸道黏膜 也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不斷地受到傷害 可是也要不斷地補回去 只要黏膜夠健康的話 基本上就算病毒靠近你 或是一些感染源靠近你 你也不會受傷的 那皮膚的話 如果要進去的話 就是你有傷口 如果這些都很完整 基本上外面的環境 不大容易攻擊你 可是為什麼像剛剛講的 為什麼很多老年人容易生病 大部分都是因為他們 黏膜不是很健康 大概只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老年的新的代謝 已經沒有年輕人這麼快了 我們正常三到五天就換掉 或者會有慢性病 對 那老年人的話 它換掉可能是七天八天九天 那個黏膜就是沒有那麼的健康 所以它會有一些空窗期在那邊 所以病毒 新菌就容易入侵 第二個就是 其實很多老年人 因為他一下這個不吃 一下這個不吃 因為牙不太動 當你的營養素不均衡的時候 你黏膜當然不會健康 還有一個就是 很多老年人覺得很奇怪 就說奇怪 很多老年人他其實食慾不錯 可是他就覺得很奇怪說 奇怪我現在吃的東西 跟我年輕的時候 沒什麼差別 為什麼我現在營養狀況 就是沒有年輕的時候好 那是沒有辦法的 為什麼 因為你吸收也壞掉了 所以老年人除了新的代謝變慢 吸收又變慢 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容易偏食 它當然黏膜就比較不會很健康 我們剛才講說 那黏膜要怎麼健康 剛剛提到很多的營養素 像維生素A 以前大家認為是什麼 夜盲症 像剛剛講什麼 醃鹼素 其實生物素 泛酸 其實這是統稱B群 像醃鹼素B3 然後那個生物素就是B7 財酸就是B5 以前我們講維生素B的時候 都會講什麼 促進新陳代謝 我們講維生素C的時候 就講膠原蛋白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維生素不管A B C D 這些東西 都跟黏膜的健康是有關係的 像我們已知的維生素 它的功用都在我們身體上面 其實都是作用從頭到腳的 你缺一個都不行 所以營養一定要均衡 像我們自己臨床上 我們看到一些老年人 或是一些特殊的病人 比如說像癌症的病患 我們在打化療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標準的建議 都是會教他們吃重溫維他命 因為其實我很難去告訴他說 你要偏吃什麼食物 因為像很多食物它可能有A 它就不一定有B 有B的C可能就一點點 所以說除非今天你有很均衡的飲食 再加上你的腸胃道功能很健康 要不然的話 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會缺什麼 可能你缺A 可能他缺B 可能他缺C 因為他飲食習慣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比較建議那種老年人 或是一些正在做一些特別治療的 很需要一些均衡療療的 可能補充重溫維他命 會比較快一點點 還有另外會影響 手術的原因是因為年紀 我們對一個疾病 還有一個很大的處理的因素 就是因為年紀 為什麼 今天假設一個病人 他83歲 80幾歲 我對他的治療 我預期要擋幾年 我可能只要擋7年就夠了 因為我只要讓他到90歲之前 不要因為這個癌症而死亡 我就成功了 因為90歲我講難聽 他可能就因為心肺甩 解其他毛病就死掉 跟他原來的疾病沒有關係 可是今天如果你40歲就得到乳癌 比如說李懿這個年紀 如果得到乳癌 怎麼這麼多 我說比如 我對他的預期是什麼 我當然希望我這一次的下去 你就可以擋40年 50年 所以我每次都會跟那個 很年輕的病人得到乳癌 因為他每次在 我跟他講說 接下來你可能要怎麼樣 他第一句就問我說 那我在打化療的中間 我可不可以去上班 我可不可以去幹嘛 因為他不想要半年不上班 怎麼樣 我都會說你可不可以給我半年 對啊 你半年 萬一你這中間是去上班 又感染什麼的 讓我這治療整個一直大延遲 如果變得沒有什麼效果 你不是很倒楣嗎 所以才說 會影響到一個疾病的處置過程 對我們外界是 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你的年紀 之前有個阿桑 他80幾歲 被他媳婦帶來我們門診 因為他媳婦在幫那個 阿嬤洗澡的時候 就摸他廚房 這邊很多硬方方的 他就嚇著他 問他媽媽這個多久了 他媽媽說 不知道 可能有半年 他就很著急 當天就直接衝到我們門診來 去幫他看 他說我們一檢查完 就是乳癌的第三期 他說很緊張 我就說沒關係 那個媳婦嚇到 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說那你就下禮拜 請所有的家人都過來 所以下禮拜之後 門診就來了七八個家人 帶這個阿嬤來 我就跟他講說 他們都很緊張 一直跟我說 那個醫生 有什麼最好藥都打出來 沒有關係 然後你看我媽媽身體 還很強壯 所以如果要 什麼大手術 要化了 要幹嘛的 我覺得我媽媽都承受得住 都沒關係 我說都不用 他說都不用 那我媽媽要什麼治療 他說吃藥就好了 我說你就每天吃藥 每天吃一顆 就這樣就好了 那個藥還有健康 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跟我說 醫生你不要客氣 我媽媽雖然沒有保險 但是我們家境還不錯 那個有比較好的東西 就盡量給我們這樣 沒有關係 對 他以為是 那一般的癌症 不是都要開刀要化療嗎 為什麼我媽就吃一個藥就好 我就跟她講這個理論 我說這個藥 現在在我們看起來 你媽媽這個病 吃這個藥 一般來講 品質可以 等七到十年 不大會往前進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媽媽現在八十三歲了 吃這個藥 又沒有什麼副作用 你媽媽有什麼不舒服 生活品質好得很 又可以讓她安安靜的 就是這個疾病不要擴展 是不是可能還會有點進步 這樣子可以擋七年到十年 那你就已經九十歲了 那這樣子就不是就好了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讓她去開刀 先承受一個開刀的風險 麻醉的風險 之後還要再去打化療 我說你是想讓你媽媽 活到一百四十歲的 如果你預期你媽可以活到一百四十歲 我們就這樣做 對啊 我說不用 我預期你媽媽就大概 再撐七年 十年 就好啦 所以我想說 這有時候跟年紀有關係 像之前也是有個女性 就跟李懿差不多年紀了 來 就一樣 她就是比較倒楣 她就是 所以一來就是乳癌的第二期 開刀開得很小 我們局部切除 就是兩個小洞就把它割掉 可是開完之後我就跟她講說 那個你接下來要做治療 化療只要不要擺 要一年 她就很不可思議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都會上網去Google 她就跟我說 她這個刀好像開得很小 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她化療加把我打到一年 她說天然 因為一般人家去打那個化療 點多就打半年 為什麼她要做一年的治療 要打十八次 就一直問我 我就跟她講 我說就是因為 我希望我這個治療下去 你到八十幾歲 都不會因為乳癌復發 而需要再怎麼樣 所以你的治療要 對 說一樣的疾病 一個明明比較嚴重 可是因為她年紀大 我給她吃藥而已 另外一個感覺起來 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的嚴重 可是我卻要她做一年的 很積極的治療 就是我們預期的結果不一樣 如果說我這個要吃下去 她幾個月之後是往前進的 我們就在討論了 可是如果說她一直都是 往好的維持住 那就這樣子就好了 像是阿嬤 現在第四年有什麼 你應該講這一段 不是九十歲就夠了 那個病人還很常問到問題 就是說 我到底應該要 局部麻醉還是全身麻醉 就是一個手術 可以局麻 還是全身麻醉 到底怎麼分 只要看兩件事情 第一個 比如說你一個腫瘤兩公分 長在臉的這個地方 你為什麼要全身麻醉 我局部麻醉可以打得很好 全身麻醉下來 可是如果一個腫瘤長在臉上 15公分 你不覺得你不全身麻醉 你開得下來嗎 局部麻醉的話 打這麼大的範圍 沒有辦法 所以一定是小範圍的 局部麻醉是有可能的 第二個就是要看 它的 如果今天它在很表淺的地方 又很小 當然OK 局部麻醉 可不可以它很深 比如在肚子裡面 就好像盲腸也是一個 那麼小的刀 可是我們為什麼每次 常常開到都是全身麻醉 它又在肚子裡面 我的局部麻醉要怎麼打 我就沒辦法打 因為再怎麼樣 全身麻醉 雖然現在麻醉技術很進步 再怎麼樣全身麻醉 還是比局部麻醉危險一點點 所以再怎麼樣 如果可以局部 當然是選局部 那是不得已才全身 所以我剛剛就要講了說 醫師當然能選局部 一定局部 因為局部是安全 你是清醒 對 那你全身 就算一萬個 一萬萬分之一 它還是有風險 可是局部很可怕 我有做過一個局部 就是氣霜的時候 它要把我插管 它是局部麻醉 就像我開次妝也是局部 對 沒錯 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你可以趕到醫生在幹嘛 對 有一種 那個全身麻醉的 你可以選的私隱症 就是病人實在太害怕 我們有時候也會 因為病人的要求 就讓你稍微睡一下 是沒有辦法 因為像李醫有時候 真的太緊張 他一直在抖 我們真的沒辦法做 但是我還是要講 全身麻醉 雖然我們這樣講 全身麻醉 怎樣都比局部麻醉危險一點 但是全身麻醉在基本上 你看我們一年開多少台刀 會出事有幾個 全身麻醉相對上 還是很安全的 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 三不五時就一直解血便 就是跑到我們門診來求診 因為他說他去做過那個 沒有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 幾個禮拜就會有一次黑便 幾個禮拜就是黑便 我就說那 你胃照過了沒事 大廠也照過了沒事 那唯一還會有流血的地方 就剩下小腸 可是小腸鏡不好做 我就說不然我們 先做個電腦斷枕 如果運氣好的話 如果也不是說運氣好的話 搞不好可以抓到一個腫瘤 在小腸裡面 結果一照 還真的長了一個 四公分的腫瘤 就在那個腹裡面 那到底 你一直好找到病因 就找到病因 就找到病因 我就跟他講說這個要開刀 我說一個小腸腫 大部分都是異性的 而且你看他又在流血 應該要開刀 他說好 開刀 開刀 他說他要怎麼做 我說要全身麻醉 肚子打開 要去把腫瘤拿出來 他說要全身麻醉 這不能局部麻醉嗎 他說 我那個平常這樣 我都不大會痛 我都很忍痛 可不可以局部麻醉 我說你為什麼要局部麻醉 他說他有鄰居去開刀 聽說本來沒有開 不是開什麼大刀 可是一全身麻醉之後 結果就沒有停過來了 所以他對全身麻醉很排斥 就跟很多人對化療的感覺一樣 就打了就死 不打還沒事 一打就死 他又覺得全身麻醉太危險 他不要 我說可是你這個 不用在肚子裡面 那個範圍這樣子 我要怎麼跟你打局部麻醉 他還是叫我 我說真的不行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你開個肚子的腫瘤 你叫局部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開 結果跑掉就不見了 結果四個禮拜之後 在哪裡看到他你知道嗎 在急診訊 那個腫瘤破掉 那個血往外噴 肚子真的很難以後要開 還是全身麻醉開 但是有一些病就是 我們叫你全身麻醉 你不要很鐵齒 就死命要局部麻醉 之前有個病人也是這樣子 他三幾歲 他是 他是不小心做健檢的時候 去掃電腦都能發現 那局部而且很深 大概只有一公分多 那邊那個耳鼻歐科醫師 跟他講說 這個我們可能建議你 全身麻醉一下 可是他說才一公分多 為什麼全身麻醉 他那個耳鼻歐科醫師說 可是這個有點深 然後那個病人也是很鐵齒 他就說 沒關係 我覺得還好 我平常也是有喝酒的人 那個應該還好 有在裡面有麻痺的感覺 對 他說覺得他不太會痛 耳鼻歐科醫師也覺得好像還好 就 因為他覺得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那麼危險 就幫他弄了 他反正只是切片 就進去 結果你知道嗎 淋巴結常常旁邊都會有血管 血管在這邊旁邊 你知道到底下的時候 不是那個病人不能忍 那病人其實很忍耐 開到的時候 他都一直咬牙切齒 因為其實有點痛 可是他就一直撐 可是到最後很深的地方的時候 有時候扯到那個神經 你身體會不由自主的 就這樣抖一下 那不是他故意的 就很靠近 快準備要拿起來的時候 他就抖了一下 那個刀就扒過去 當場麻痺那個血管就這樣 用噴的 馬上那個耳鼻歐科醫師算很資深 馬上手壓著 就改全身麻醉 本來一個傷口這樣子 被畫成這樣 因為整個打開來去縫那個血管 當然就把血管割斷了 所以他講說有時候不要鐵齒 就是我們醫生判斷要全身麻醉 你還是讓我們全身麻醉做 我們是有我們的考量在的 對 最近這個貝哥心外非常引用 醫院裡面是草木皆兵 而且現在大家在醫院裡面 都盡量不敢咳嗽 因為一咳嗽你會沒有朋友 他現在不會離你很遠 想說這個有沒有問題 你喝水嗆到大家都 他說盡量都塗下去 以前是拚命咳 現在就撐住在那邊 臉紅鼻子出就是不肯咳出來 所以我才在講 就是這段時間 真的是還滿恐怖的 很多人在家裡面 因為前一陣子 天氣又一直變化 因為剛好又有流感的季節 所以很多人要嘛就是感冒 要嘛就流感 可以稍微區分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面不舒服了 你到底要不要懷疑 自己是不是新冠肺炎 剛才技術師講得很清楚 這次的新冠肺炎還有流感 它有個特徵 它的症狀就是以下呼吸道為主 下呼吸道就是你的鼻子 所以一般的感冒大概就是 可是如果你是流感 跟新冠肺炎的話 大部分就是很快就是咳嗽而已 慢慢可能就是全身痠痛 可能就會發生症狀出來 鼻塞跟流鼻水比較不會有 所以你如果只是單純的 鼻塞流鼻水 喉嚨痛 你不要太緊張 那大概是沒有事 前一個女婿病人回來 就是檢查乳房 她檢查完之後 我就看到她育人幼稚的樣子 我就說還有什麼問題嗎 她就說 小燕士我有個秘密想要跟你講 但是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就想說幹嘛 在門燈講到什麼 不瞞你說我剛剛從武漢國 沒有 她平常 她就說 那個我最近有點咳嗽 其實我們都是戴著口罩 有點像規定金醫院 也戴著口罩 我也戴著口罩 她也戴著口罩 可是我一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好像 我的椅子是可以滑動的 可是剛才往上往後推一點 靠我有點進去再講 我就往上往推一點 她說而且過年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從大陸回來 我們還聚餐了一下 我聽到這個 我就再往後面再推了一步 真的很害怕 我下午就開始跟那個 門診小孩死眼射 是不是應該趕快叫警衛 把他壓下去 那個急診室去做篩檢 因為這種病人 我們要分流 要分流對不對 就是不能夠讓他 在一般的門診 不是毒害我而已 他會毒害到外面的病人 這種就是有接觸 感覺可能會有接觸死人的 他就說 還有滿嚴重的流鼻水跟喉嚨痛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趕快靠過去說 這樣子幾天了 我就覺得他不是 就不是 就不是 可是我還是幫他 安排照了S光 照了S光之後 我就馬上請他上來看 結果就是說 只是一般的感冒 沒事 他就一直誇獎我 你知道嗎 他說我這個真的是 一視同仁 現在他跟人家講說 他感冒咳的時候 大家都很害怕 只有我一樣 很勇敢的接近他 還跟他很親切的問他病情 其實因為我知道 他根本就不是 聽起來就不像 看起來就像一般的感冒 對 所以他就在講說 從症狀是可以稍微分一點點 如果說 因為最近流感還滿盛行的 所以其實你有那些 很可怕的症狀 你也不要太擔心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流感居多 SARS就是我們台灣醫界 一個非常重大的改變 我們以前沒有所謂的 PGY的制度 對啊 就是因為SARS那一次的時候 有很多醫生說 我不會 我沒有接受過 我是外科醫師 或是我是家醫科 或是眼科醫師 我根本就不會插管 所以你不能叫我們這些醫生 去照顧SARS的病患 我們沒學過 他們講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自從那一次事件之後 就是所謂的PGY 就是所謂的不分科的醫師 每個醫學院畢業的學生 你想要當正式的醫生之前 你都要經過這兩年的訓練 對 你每一科都要給我去run 所以像這一次 這一次疫情慢慢在 就進步很久了 不止 那個衛生署已經在一直超前部署了 對 它增調我們所有的 一些大醫院的醫生 開始編組了 就是如果疫情一旦爆發的時候 大家就要輪流去 某家專責醫院去支援 有些醫院會被畫出來 是專責區 它政府其實已經做了 很多手的準備 當然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可是一旦走到那一步的話 我們專責醫院馬上就出來了 其實剛才瓜哥有在講 現在大家有一點健康知識 小便的時候都會稍微看一下 它的顏色 事實上剛才瓜哥也講頻率說 我們一天到底小便要多少次 事實上一般來講的話 白天的話 禮物上不會超過八次 你可以稍微去算一下 晚上不要超過兩次 但是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的頻率突然間改變 有時候 譬如說你白天本來尿八次 突然尿了十二次或是尿二十次 不是代表你你有問題 還要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尿尿的量 如果說你白天突然間 小便變十五次 可是你每次尿出來的量 都是三百CC 四百CC以上 基本上有可能是你水喝太多 或者是你吃到一些 利尿的東西 所以才會非常小便很多 不是你真的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小便的頻率 變得很頻繁 可是尿出來的量又不多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是不是有問題了 像女生最常見的就是 所以像之前在我門診 有個B1 他也是跟我講說 他最近這一陣子 小便量都 小便的機率變很多 他一天都大概就尿 白天 他可能要尿到二十幾次 他開始沒 他就問我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第一句也是覺得說 這種年輕的女性 應該就是小便感染 我一直問他說 你小便會不會痛 會不會怎麼樣 他說好像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不舒服 但是我還是幫他驗了一個小便 因為驗小便很快 一個小時就看到 完全正常 他小便的比重 裡面也沒有細菌 也沒有什麼白血 通通都很正常 就一般人的小便而已 我就說 那你每次尿出來 量大概多少 他才仔細去回想 因為女生可能蹲在那邊 可能也沒什麼感覺 像我們男生 至少會自己稍微數一下 所以知道還知道自己尿 可是女生沒有看不到 他可能就尿 他說 我就說你這個 可能不是什麼泌尿到感染 可能是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聽起來 好像你小便的頻率變得很多 可是你好像尿尿變得很少 是不是那個膀胱 有什麼問題 容量是不是變得好像不大夠 正常人可能 十五百七才會想尿 你是不是可能 一點點就想尿了 你去泌尿哥看看 就在隔壁而已 就泌尿哥很快就幫他 排一個膀胱鏡 他早上去 下午就排了一個膀胱鏡 在那邊去看 那就泌尿哥一直跟我講說 他一看進去 就看到這個東西 頂到他的膀胱 從外面頂進來 所以馬上就去安排 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一掃 他肚子裡面現在有個 躲在那個 就在他晚上的旁邊 往前頂 剛好就頂到那個膀胱 所以照常他小便的容量 變少了 他的膀胱被頂到了 所以那個只要有一些尿進去 他就會有尿液 後來開刀把這個機械胱 拿起來就完全沒事了 每一種疾病 他有的症狀可能會有五六個 但是你們在知道的時候 常常會只知道前面兩三個 因為那叫做最常見的 可是當一個疾病 他如果是表現 是他第五個症狀 或第六個症狀的時候 這個疾病就常常會被人家 猜不出來 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這樣走 他跟他太太一起走進來 他走下來的時候 看出來那個太太就很強勢 那個先生看起來 就有點小男人的樣子 坐下來要做什麼 因為先生要看病就做什麼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那個醫生 我覺得我喉嚨在那邊怪怪的 我想我假狀是有問題 我就說假狀是有問題 那你是有摸到什麼嗎 我正在問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太太在旁邊 發出冷笑聲 你覺得是在笑什麼 我就說怎麼了嗎 他說醫生 我想問你一件事 我說怎麼了 我就說好像沒聽過 我說好像不大會 他說對啊 我先生還是要白癡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他嘴巴那麼臭 他就跟我說他是假狀是出問題 他說他脖子在那邊怪怪的 我說我上網查了半天 也沒有看到人家講說 假狀腺有問題會口臭的 哪有這種事情 他根本就是沒有刷牙 你可以幫我看看他牙齒 我想說奇怪 我又不是牙科叫我看看牙齒 你看牙齒很黃 就是沒有刷牙 沒有好好刷 我一直跟他講說 不要再用抹抹牌的那個牙膏了 我跟他講說要用我這一種的 刷牙之後你看我都沒有 他嘴巴就打開給我看 確實是嘴巴是滿亮的 那個牙齒是滿亮的 他說他就是不肯聽我的 一直想一直罵一直罵 你幫他查一下 你幫他 他跟我說你可不可以幫他查一下假狀腺 讓我證 讓他死 其實讓他知道說他的口臭 就是他嘴巴造成的 好啦 那摸一下假狀腺好了 你都說你脖子怪怪的 雖然我說也不是 我說有可能還是其他毛病 有人便秘也會口臭 原因太多了 我確實沒有摸到假狀腺結節 但是他這個地方一摸有一個點 壓下去確實是 他就會 那個眼睛就會皺起來 好像就有點痛 我覺得很怪 我就在那個旁邊 拿一個超音摸幫他一掃 就看到裡面看到有個黑影 我馬上去拍他做電腦斷車 隔了三天之後回來看 電腦斷車說他這邊有個濃包 我就馬上去幫他去那個耳鼻歐科 去做個那個去看 他真的在石道旁邊的地方 破了一個小洞 然後裡面那個地方就有個濃包 他剛剛有濃包跟石道是相通的 所以就會有味道一直出來 後來我們就安排引流 然後把那個地方引流掉 後來那個口頭就消失了 其實我們猜了 雖然我們沒有在引流裡面 發現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猜了 他就是 曾經被某一種尖銳的東西 刺穿他的石道 跑出去外面 然後這個家伙的免疫力還蠻強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頸部的感染 只要一感染之後 你這個非常痛 他會原來的地方一直散開 會非常非常疼痛 那甚至之後可能會敗血症 整個地方都 甚至有時候會跑到這個胸腔裡面去 可是他就是沒有 那個人的免疫力可能蠻厲害 那個刺穿之後有沒有 他自己的免疫器 要把它包起來了 所以他就一團在那邊 所以他就是一個頸部的濃癢 他就是用口臭來表現而已 太太太就上網去查很多 口臭的原因 就查到什麼牙周病 肝不好 腎臟不好 全部都一直罵 又罵他先生什麼牙齒沒有刷乾淨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是一個食道的農陽而已 其實家族裡面 家庭裡面特別常發生這種事 而且我在臨床上這麼多年看 通常都是老婆比較多疑 老婆常常去質疑老公生了什麼病 老公去質疑老婆生了什麼病 反而比較少 但是也是一對那個夫妻到我門診 他一到我門診的時候 他就跟先生講說 來 衣服拉開來給醫生看 我就想拉起來 真的是一邊大一邊小 他馬上對著我說 醫生 這個是不是 然後他先生就說 什麼男性女乳症 我上網查男性女乳症 都是兩邊那邊一邊的這樣 我這個怎麼又是男女乳症 他說你就是男女乳症 你就是男性荷爾蒙過低 他會這樣 因為你 然後那個先生說我哪有引稿症 我那個是兩顆只是一高一低 那一般的引稿症 是沒有掉到那個底下 他就是一高一低 他說沒有 你這個就是引稿症 所以你搞完少一顆 所以你就是男性荷爾蒙不夠 所以你才會男性女乳症 他先生就很生氣 他說我都已經剩三個小孩了 你說我男性荷爾有沒有不夠 然後我就說你們不要吵 我說你們兩個講的都有一點道理 我就說 我就跟先生講 我就跟他太太說 你先生這個真的不一定是男女乳症 因為有時候乳房鼓起來 男生鼓起來 有幾個狀況 有時候真的是女性的乳房組織變多了 有的是只是胖而已 他只是那個脂肪堆在這邊 不一定裡面是乳房組織 還有一種更倒楣的 根本就不是男女乳症 他根本就是乳癌 男生也會得乳癌 他那個真的不是引稿症 他搞完兩個都還在硬朗裡面 人家引稿症是沒有降下來 你降到那個 都已經降下來 只是一高一滴 你不要怪他 這個是天生的 這真的沒有辦法 這不是引稿症 所以沒事 因為他已經四十幾歲 這不是我們常見 那個男性女乳症的那個年紀 常見男性女乳症的年紀 就有幾個 很老的人 很老的人是因為自己 男性荷爾蒙變低了 那個很年輕的人 是因為自己女性荷爾蒙可能過多 分泌的時候可能過多 所以兩個都會產生 還有一些喝酒的人 喝酒的人是因為肝臟不好 他的女性荷爾蒙沒有被代謝掉 所以他可能以後男性女乳症 結果我就問他先生 整整整整整整整 這些都沒有 四十幾歲 也沒有這些毛病 很奇怪 後來幫他驗了很多內分泌 結果他一問 這是一個毛病而已 他先生雖然不喜歡喝酒 可是他最近常常在應酬 他因為覺得自己胃不好 他只要一出門之前 一定大腿的胃藥給他吃下去 因為他想說等一下要跟人家吃 這些東西的話 他就覺得他胃不好要吃 那你知道嗎 他吃的胃藥裡面 肝靠裡面其中有一種 就是會引起男性女乳症 所以他先生那個鼓起來 根本就是因為 吃錯胃藥的關係而已 所以根本就沒事 後來我跟他講 第一個我當然建議 他不要隨便認知胃藥 第二個把那胃藥停掉 兩個多月這個就消掉了 醫師技術大PK啦 但是到底誰比較厲害呢 其實年輕醫師跟那個 資深的組織醫師差別 年輕醫師其實最大的就是比例 一來他要快14個小時 18個小時 對 他來講他是OK的 可是我現在 我也可以14、18個小時 不過如果是寶恩哥 他可能就要分兩個 對 你小時候 要休息一小時 道屬性不太一樣 道屬性 對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對 年輕醫師的體力就是好 那大家都知道 資深的組織醫師 他有個最大好處 他看的病人一定比 之前的組織醫師多 因為他經驗就是夠 是 像我這種卡在中間的就是 集體力跟經驗於一身的 專輯 對 所以他最優秀的 他最優秀的 對 其實他大部分有這個問題 而且我覺得年輕組織醫師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很缺病人 所以他有時候在 就是病人好不容易來看他 比如說像宇童 好不容易來看他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毛病有沒有 他為了要說服你讓他開刀 有時候會 之前就有個年輕組織醫師 他是第三年 那是我的學弟 其實他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他就很認真 因為他本身就很喜歡開刀 所以他住院醫師的時候 每天早上八點進開刀房 晚上都十點再回家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 所以他刀法其實講真的算不錯 因為他練習了很多很多 可是你知道嗎 一身組織醫師 那個心情馬上就完全變得不一樣 以前是每天忙 現在是每天閒 剛開始一定都沒有病人 所以他也是蠻積極的 想要去開一些大刀 可是病人大部分都不大會來找他 一定都是找自身組織醫師 所以有一次終於被他逮到機會了 因為大家都有同學 還有同學剛好是在內科 就剛好抓到一個胰臟癌的案件 可是那個案件又有點複雜 因為他胰臟癌 剛好就吃到血管 就不大好開 可是那個內科的醫師 因為他兩個是同學 還是轉給他的 就到他的門診來 然後同時他在轉來之前 還先跟他講說 那個主治醫師我認識 好打不錯 還先幫他打了一個預防針 讓人家對他有點信心 然後結果人家一進來看到他 因為人家是太太 兒子什麼什麼都來了好幾個 然後那個主治醫師看了他 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胰臟應該怎麼開 跟他講很多 說手術的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那個病人好像也有上網 去Google了一下 他說可是聽說這個癌症 這樣子我真的還能開嗎 就是一直在質疑他 還是說還是你覺得 你們醫院的設備跟人力 這樣有辦法支撐這個刀嗎 還是有應該去 某某醫學中心再去 那個怎麼樣 那個病人也講得很白 那主治醫師一聽就想說 這個再講下去可能會 這病人可能就要跑了 他說我跟你講 你這個刀對我來講 真的很簡單 你這個刀我開過無數次 沒有失守過 但今天可能要破例了 對 一講 然後變成 聽到你都敢這樣講 就給你開了 就真的那台刀也就給它開了 結果恭喜 開了十六個小時 就真的K刀血管 整個那台刀開完 住了四個多月才出院 而且出院的時候 已經變古獸如采 就恢復得不是很好 你這種開刀那種比較沒經驗 旁邊不會有更資深的載頭 那看他要不要求救 後來撞到血管的時候 他是有求救 家屬就有一點點的 討論 就說你當初怎麼樣 但是我們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都同意這個刀 即使是資深的主治醫師來開 也未必可以開得比他好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不會講得那麼的滿 不會跟他講說 這個有哪些風險 因為你血管的時候 會怎麼樣怎麼樣 講在前面就好了 可是說之前的主治醫師 比較會有因為 他很怕這個案子流失掉 有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應該給病人 多一點點的信心 這台刀如果是大院長開的 然後最後流這麼多血 搞不好病人還跟他謝謝 說你辛苦了 可是如果他開的 他這樣子就被人家罵 說你怎麼搞成這樣 搞成這樣 事實上這難易度其實是一樣的 誰來開可能都會出一樣的事 其實像比較資深的主治醫師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一些 一些case都看很多了 所以我們對一些比較稀有的疾病 我們接觸會比人家多 所以我就會比較有經驗 特別是一些罕見的疾病 像之前有個叫做 胃腸胞治療的毛病 現在很普遍 可是這個病在十年前 沒有幾個人知道 可是就是因為 剛開始出來這個疾病的時候 我們有去被邀請 參加過研討會 所以之前我就有一個病人 就這樣子 他是沾腸落到我的手上 他就一個吃東西會一直吐 後來做電腦斷診之後 所以他說他在某一家醫院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就是十二指腸的腫瘤 所以要開一個很大很大的刀 還跟他說有點危險 因為那個腫瘤七八公分了 可能不好開 他聽到就嚇到 就開始上網再找來找去 後來就找到胃腸道肌脂瘤 這個是胃腸道肌脂瘤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 就啪啪啪 被人家介紹就來我這裡 我就說你這個不要這樣開 廠商上上個月才在台灣上市的 以前是這個樣 十四個月你知道他七公分 變多少公分嗎 變1.5公分 就繼續開了 二十分沒有開完 繼續開 看他摸到那個腫瘤 拿掉縫起來就結束了 對 所以他想說就是 那個因為像這個病 一般的肢解的組織醫師 他沒有機會去碰到的 這個很現實 第一個 廠商不會找他 雖然根本不會去接觸到這個毛病 也不會跟你介紹這個怎麼樣 就是要我們這些比較直升 然後比較有名外醫師 那個廠商覺得病人會來找你 因為廠商他也要算投資報酬率 他跟你介紹這個東西 跟他跟之前的組織醫師 介紹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才說這個有時候 就是資深跟之前的一些差別 有時候是沒辦法 所以之前組織醫師 我都會給他們一個勸告 就是 就是 機會有點留給是有準備的人 對 你在你之前的時候 你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 就是去學 去讀 去讀 去學 對啊 你就去學一些東西 從二天輪到你 這真的只能這個樣子而已 現在比如說要拿病人的器官 一定要有很明顯的病理報告 所以沒有經過病理科 確認的時候 你是絕對不可能開大刀的 可是老一輩醫生 因為病理科沒有那麼的強 而且他們也沒辦法 馬上給你報告 所以大部分老一輩醫生 是用眼睛看的 他覺得這個像惡性 他就知道惡性的開 我們這邊就有病人這樣子 很久很久以前了 假狀腺一顆腫瘤 那時候我們開進去的時候就 就說他等病理報告 因為大家都不敢說 因為惡性的話 要兩邊都全部切掉 好死不死那天病理科的 忍痛切片機竟然壞掉 害我們不能 當場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已經 對 他只是臨時他拿到 才跟我們講說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已經拿到左邊 然後那個到底要不要切右邊 沒有人知道 因為就是要等你告訴我 你說是良性我們就 可是又不能一直量到那邊 對啊 又不能一直量到那邊 那時候那個主治醫師就說 這個還 等什麼等 手一摸就是要惡性的 你們這些沒經驗 我手摸就知道 我手摸你病理科醫生還很準 不用 直接開掉 要出來兩線 對啊 就連很綠啊 現在不行 現在如果病理報告沒出來 沒有人有權力決定 要把你兩邊都拿掉 那你機器壞了怎麼等 會讓他醒過來 然後跟他講說 這次只能弄單邊 然後因為我們 先縫起來 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承受就是 一次就讓你把區塊全部拿掉的方法 不行 樹越大越招風 醫師仁紅是非多 今天就有那個病人 他是從南部上來找我的 他來跟我說他下腹筒 然後拿了一堆病理給我看 結果我一看 軟鈔來 那個電腦斷層報告就寫了軟鈔來 我說我一看 他在第二集條件 我說你這個要趕快開刀 他說對啊 我知道要趕快開刀 所以我來找你 我說可是 可是這個軟鈔還 我不是物產科 他說不行 他說那個 我只相信你 他先生就跟我講 他說 我說我太太說他要找你開 不是你開他就不要開 我就是跟他講 我真的不是婦產科 我沒有再開這種刀 我只是沒有跟他講過 我從來沒有開過 我沒有再開這種刀 他說如果不是我開 他就不要開 他就要回去 他就吃中藥也好 怎麼辦 開 然後就開 但是我就比較 我就是找了一位婦產科醫師上來 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就找一位婦產科醫師 我們一起上去開 結果那一天就是 那位婦產科醫師 就是剛好做學妹妹 就是他開 然後我當助手 然後錢他收 我就陪他在那邊站個多小時 就是這樣 我就說 其實我要跟他講就是 我們是有分專科的 所以其實還是 什麼病還是要找哪一科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在地上 我們講這些案例 我們看過不是說我們在開 你病人在堅持什麼 你麻醉根本就不知道誰在開 對 好帥喔 好帥喔 小辣椒準備開了 好 來 一位 其實我覺得最重點是 現在因為在外面 那個節目上多了 有一個就是很討厭的 我覺得最痛的地方就是 對 前幾次 因為眼睛那個看東西 不太模糊 我就想說 是不是近視 那個眼睛就有點變化了 我就 我太太就跟我去 一家眼睛公司 就是去配眼鏡 就配完之後 還講一個價格 就有點貴 我就看看我太太 我想說 平常這是他表現的時候 結果我們連坑都沒坑 他講多少 結果刷卡就出去了 因為我才一進去 那個店員就說 江醫師耶 叫他裡面的通通跑出來看 我怎麼殺價 就直接刷就刷下去了 你有聽過有人買眼鏡 沒有殺價的嗎 沒有 就是現在我戴的這一副 現在剛才洗的眼鏡 完全沒有殺價 那你今後以後 都殺不了家了 對啊 山醫師贊成 不要吃冰 廖醫師也贊成 不要吃冰 可是對我來講 我是贊成 這是沒有差別的 因為就好像廖醫師 剛剛講的 你持續在胃裡面 就笑話跳 而且各位你知道嗎 你體溫的膳失 血管要擴張 你好像說你吃冰的時候 血管會縮起來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嗎 你體表會去調節體溫的血管 都是在身體的表面 不是在身體的裡面 但是我還是同意 有一些人吃的就是很奇怪 因為我沒辦法解釋 有些人就是會這樣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會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體質 像膏瘟癌一定是男生 這不是種族歧視 因為只有我們有膏瘟 性肥歧視 性肥歧視 因為那個女性有乳房 可是有一些東西 明明是大家都有的 卻是女生永遠都比男生容易得 就是自體免疫的毛病 其實你去算一個統計 基本上所有的自體免疫 如果統統加在一起 女生會比男生多四倍 我們很常講的 紅藩性囊倉的話 女生是比男生多九倍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荷爾蒙的關係 女生天生的 產生的女性荷爾蒙 它本來就是會刺激免疫力的 男生我們的睪固筒 本來就是會抑制免疫力的 所以女生天生免疫力 就會比較強大 所以女生比較不容易感染 就算你感染 你也比較不容易死 為什麼女生比較容易常受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每次遇到那個重大的時候 其實女性荷爾蒙真的很有用 不大家可以用完全身美麗 還可以讓你長命百歲 真的很有用 所以一旦停機 很多女生就好像凋謝的花朵一樣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們當年 可能也有常聽過 叫做 可是這個東西 不像大家想的那樣子 這麼簡單 之前就有一個38歲的女性 她到我們醫院的嘉醫科求診 她說這個女生很怪 一來跟她講說 她最近覺得很累 生了小孩 她白天要去工作 白天那個小孩 就給她的婆婆帶 晚上回來 她就要接手照顧小孩 她先生回來就是休息 因為她認為男人工作回來 就是要休息 就是女人的事 她也是一個滿任老任怨人 她就覺得說 好啦 那先生賺錢比她多 她就也甘願 她就變成說白天工作 晚上顧小孩 或是她白天工作 結果就很累 結果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奇怪 怎麼最近這幾個禮拜 早上會有點爬不起來 她是真的爬不起來 她不是說我好想睡 在那邊來 她不是 她是已經醒過來 可是她爬不起來 她就真的沒力 可是躺一下 大概十幾分鐘又會起來了 一次沒怎樣 結果她後來那一個禮拜 發生了三次 她就有點嚇到 可是她不知道看哪一顆 所以她就跑去看家醫科 家醫科開始聽你也覺得很怪 就幫她湊一些血 什麼肝功的什麼都測一測 也沒怎樣 甚至她連重夢她都想到 她就給她做電腦斷層 也沒有怎樣 後來家醫科醫師本來想 把她轉去精神科 想說那個可能是壓力過大 可是她有一次在跟我那邊吃飯 她在跟我一起聊一聊 我說你有沒有幫她測過假裝線 她說幹嘛測假裝線 她又沒有 又沒有任何的那個問題 她又沒有什麼心機所吃 什麼都沒有 我說你測測看 她說 她就覺得怪 所以她也很聰明 我那家醫科醫科她也說 可是萬一沒有這樣抽 會不會被皮疼說 不然我腳去那邊你幫她抽 我說我真的真的抽 我就覺得怪 一抽她假裝線微高 她就是假裝線功能抗擊 但是她抗擊的沒有很多 所以她不像你一般知道 假裝線功能抗擊 會手抖 心肌會提不提 她完全沒有任何假裝線功能 抗擊的症狀 但是就這個假裝線功能 微微的高 就讓她的假力值變得比較低了 就讓她的那個電解值就失衡了 我們肌肉在收縮的時候有沒有 那電解值是要很平衡的 你只要有一些失衡的話 你就會覺得沒力氣 可是她就得到一個叫做 周期性的肌肉無力症 她就是假裝引起的 她就是一陣一陣的 她結果後來把 轉戰功能調正常之後 電解值全部都回來了 她就完全都正常了 可是她為什麼會這樣子 她就是因為 太累了 造成她的那個 自體免疫功能就失調了 造成她的那個腳 她自己的自體本身的抗擊 去攻擊她的假裝線 就造成她的假裝線功能抗進 釣魚師講的叫做 肉牙腫腺炎 她說莫名其妙 她可能也沒抽菸 她也平常飲食也很均衡 可是她可能那段時間 工作壓力很大 她就會產生所謂的 叫做肉牙腫腫腺炎 這個腫腺炎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裡面 你把它的濃抽出來 它裡面是沒有細菌的 它裡面都是一些免疫的氣泡 就是它就是跟自體免疫的 是一樣的 就是你免疫很混亂 然後它就那個 你自己的免疫 開始攻擊你自己的乳房 它會形成一坨 所以摸起來會很像癌症 而且它嚴重的時候 它可能這個月腫一塊 好 又好了 兩三個月之後又腫一塊 又好了 就這樣子 反反復復 反反復復一直發作 這時候可能就是要去 調理你自己的身體 它發作是不是就會減少 不然你那招我們西醫 你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大概也只能幫你用肋骨唇 就是把它的那個壓下來而已 對 其實這個要講 就是我不大相信會有醫生 敢直接跟病患這樣子講說 我就是很忙 我忘了告訴你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每次在收院長信箱的時候 第一個火藥味就是那麼重 對啊 不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看 那個病患的那些 陳情的一些院長信箱 因為有時候說 傷害者我們有時候是當事人 大家在反應 在抱怨的時候 那個用詞都會很激烈 我想這件事情 比如說假設這個醫生真的忘記了 你真的回來的時候 你來跟他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他知道這個是他的錯 你未來你沒有跟人家講 他一定會想辦法用一種 其他的方式跟你語言過去 怎麼可能才去激怒你說 我就是忘記 你怎麼樣 另外就是他們一直在講 我們醫師態度傲慢五千億 我也要講 很多律師的態度 也就是有什麼 我們一直去被告 大家都知道被告就是刑事跟民事 對不對 刑事確實很難成立 因為他講的因果關係 另外就是 有的時候你覺得我們很離譜 可是事實上你去醫療健康 為什麼我們會贏 為什麼會贏 事實上是因為很多病人不知道 有些東西是一定 沒有有一定的機率會發生的 我該做的事情有做 它發生了 你就覺得 總統導演是我 你一定會告我 一定覺得是我的錯 事實上他可能是一定的風險 對不對 那民事的部分就很難講 大家都知道我刑事贏 不一定民事會贏 所以很多時候律師就利用這樣子 來威脅我們醫生 你知道嗎 這就有個骨科醫師知道 我的學長他就真的很慘 他幫病人換一個關節 膝關節 換完之後那個病人傷口就感染 那個病人大概五十幾歲 就有點感染 感染之後病人到門診的時候 其實跟他是很不高興 但那個診間是跟那個主治醫師吵架的 可是那個主治醫師就跟他講 那主治也滿客氣的 就跟他講說這個是 就跟他講說你放一個新的東西進去 不是你自己的東西 你身體會產生一些 所以你這時候感染劑 本來就比較高對不對 不是我做了什麼 他就一定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講的態度也滿誠感 後來那個病人也就是 本來很生氣 本來就還可以接受 他出去外面坐著 在等拿藥的時候 他旁邊跟他太太 都還是會碎唸一下 就是被 旁邊那個司法防流聽到 那你要不要告這個醫生 跟你講 有時候上次他們很多次 是你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把病例調出來看 跟你講他搞不好 在開刀裡面跟你怎樣... 也忘記跟你做什麼事 甚至跟人家聊天怎樣... 你去告他 沒關係 可是很麻煩他說 沒有關係 我們幫你處理 就是司法黃牛 這司法黃牛的臭 不是律師的 對... 然後後來就真的去告了 也真的有個律師 就幫他告 他們就講好了 就是如果告贏了 錢怎麼分 告輸了之後就是他們負責 這在美國非常常見 對 非常常見 沒問題 因為他是拆帳的 對 台灣不行 台灣是不能拆帳的 行事和特別行事件不能拆的 他就是多少錢... 可是他們私下猜啊 你怎麼知道 他覺得那個律師就要抓去刮 對 然後就真的被告了 當然一審醫療檢定 他一定沒事 就說本來就有一定的機率 結果後來他們要再上訴 又再告第二次 就要提出新的施症 他在上面寫什麼 他們就把病例整個調出來 結果發現那個主治醫師 有一些地方沒有蓋到髒 他說這主治醫師代表 照顧病患不用心 但是也無聊 對我們來講說 偶爾這種也沒有影響到什麼事情 他就在上訴第二次 他寫什麼 這個主治醫師 平常不修蝙蝠 生活習慣不佳 所以給他開刀 病人本來就有容易感染 連這話都講得出來 你知道嗎 那個主治有奪氣 你知道嗎 因為他每一次被傳票 他就要去一次 那個傳的時候又不是一定的誰 常常遇到他開刀 或遇到他什麼事 他就要去調查過程度 他很煩 最後當他沒事 人家還不放過他 他就很煩 民事要寫狀子 他不會寫 怎麼辦 他只好去請律師 對方的律師 私下透過人來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請這個律師 通通通打下來 也要十幾二十萬 你不如拿來 你不如直接給我 我就把你合 我就給你合掉 他說那個 我不在乎那十幾萬 我老子跟你拚了 但是也傷痕累累 對 醫生傷痕累累 對 我自己去按摩 我是絕對不讓他轉頭 真的不讓他轉頭 是 其實我們常常講那個 他會不會趁你睡早轉 其實我們常常講 神經系統大概就分 那個中樞神經系統 跟周邊神經系統 中樞神經系統 我們把握得很好 像瓜哥講的 頭就有頭蓋骨 然後脊椎的話 就有脊椎骨在保護著 但是其實我們通常 這種神經系統受傷 越高位就是越危險 越高位就是越靠近上面 像頸子 脖子 其實我認為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之前我記得 我那個R1的時候 直擊診室的時候 當時林口長哥 有一個年輕人 騎摩托車跌倒 被救護車送進來 你知道嗎 我們在評估 我們知道大家都知道 減傷分類 那個病人 雖然被救護車送進來的時候 可是他就是會跟你講話 而且講得很順 我們看他身上 也沒有什麼外傷 重點是他旁邊 還一頂安全帽 我們還先問他 你有沒有帶安全帽 他說有 我有帶安全帽 身上就沒有怎麼樣 自然而然就會被歸在 不是那麼重要的病人身上 我們就會覺得說 晚一點再處理他就好了 當然我們會問他 他也不舒服 他說他背這邊有點痛 他就比這個脖子這個地方 我們說我們等一下 幫你照一張頸椎的X光 但是你知道嗎 通常這一等 可能就是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就過去 才會照到他 因為當下病人滿多的 結果你知道嗎 就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病人開始跟布子抱怨說 他手腳開始有一點點 不停死亡 那顧小姐也很謹慎 就說那我們這個X光 可能要早點照 也幫他往前排了一下下 結果隔了幾分鐘 那個病人開始 呼吸就是呼不上去 整個沒力 就大條 就顧上方便就口門 馬上過去就 就看他病人就好像 就真的好像沒力可以呼吸 馬上就插管 插管之後 馬上去照一隻光 一檢查就發現 他緊接第三節 第四節 真的整個錯位了 真的整個錯位了 馬上聯絡神經外科來開 馬上做 檢查完畢之後 這個病人 隔二運氣還不錯 他後來呼吸的功能有恢復 但是他之後有沒有 手腳的力量 一般我們滿分是五分 他大概手腳的力量 只剩下兩分到三分 手腳就變得很沒力 他就是一個 高位頸椎的骨折 你知道嗎 我們所有的那個命令 都是來自中部神經 發給周邊的神經 對 基本上你只要傷到第三到 大概第四節的頸椎的地方的話 你的呼吸可能就會有問題 因為這邊呼吸的肌肉 就是靠這邊的頸椎發出去的 肌肉那個運動神經在控制的 對啊 所以我想說 其實頸椎真的很容易受傷 沒事不要隨便 因為像五家球都一樣 沒事去剁人家的脖子 真的很危險 電影每次這樣 對 就昏倒 對啊 那個是對的 因為他們扣的是頸動脈 是喔 你打頸動脈的時候 這邊有個肌肉的那個壓力感 的時候其實一打下去 你的身體會自然而然的 覺得你是 然後後來腹下癌症就會大量的興奮 你可能就會突然地球就會昏倒 所以要劈人家要劈這邊了 這邊比較不好 你叫喊人家 不是 其實我真的覺得 地球真的很危險 到處都是凶器 都可能造成你受傷 其實之前我有個病人 他五十幾歲 半夜來到我們體驗室 是他膽囊整個破掉 他本身有糖尿病 所以來到我們醫院急診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一點點的休克 他說幫他緊急開刀 結果跟他太太講 他太就問我們說要住院住多久 因為他要請家陪他先生 我說你這先生這個 就算恢復得很好 大概也要住兩禮拜 他看完之後 他就一個人顧他先生 就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說 醫生 醫生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那個嗎 家族都很喜歡孫便 他自己我身體不舒服 醫生去查房 他就會順便問 他說我手這個這樣子 這個怎樣 我一看就 就甲勾炎 他這邊的屎子 就整個叫腫起來 我說你這個就是甲勾炎 喝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去掛你的門診 就是幫我開一點藥吃一下這樣 就剛好我那天后就沒門診 我就寫了幾個藥名給他 我說不用 你來掛門診還要說掛號費 要加一加 這些錢加一加 搞不好比你去外面買藥 還要貴一點點 我說我寫幾個藥名給你 你就去外面拿藥吃一吃 結果他就說好 就跟我去查房的時候 他手就給我看 比昨天轉一倍 剛好我有門診 我就說來…到我門診來 今天我有門診你來… 結果醫生就把他劃開 就激了十幾幾任農出來 然後當然會順便做培養 然後我就覺得很怪 我就說你有什麼糖尿病 還是幹嘛 要不然一般人甲勾炎 很少搞到這樣子吧 他說也沒有 我就覺得很怪 然後我就開始給他吃鋼神樹 因為他就在門… 他就在樓上 他在顧著他先生 所以我每天去 又隔了一天我就去查房 我就想說順便看看他的手 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改善 他根本好像積得很快 然後他又跟我說 他怎麼覺得人神神 在醫院我就說 我就請護士小姐來 我說體溫計拿來給他 不要給他笑了 我就說 我怎麼感覺好像 你比你先生嚴重 因為先生現在好像身體都還不錯 我說你現在去急診室 我幫忙幫你簽住院 簽住院 就上來 我以為先生起來換他躺 沒有 我就起來 他就被我馬上就收出院了 就開始打抗酸素 就打了幾天之後 那個虛菌培養的結果出來了 綠濃感菌 其實綠濃感菌這個菌 生活上到處是都有 但它很怪 它的綠濃感菌 竟然對現有的抗酸素是 沒有抗藥性的 所以它是一支 有抗藥性的綠濃感菌 就很怪 因為這種動作在醫院裡面才會有 我覺得很奇怪他怎麼會這個樣子 結果後來他住院的時間 他住了四個禮拜 他先生出院之後 還來照顧他兩半 結果後來 他就是在那邊照顧他先生的時候 無聊嘛 要剪指甲嘛 咔咔咔咔咔咔 你知道嗎 剪指甲就丟在那邊嘛 是不是在醫院裡面 刪到什麼東西是不知道啦 然後就剪進去了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才說 在醫院裡面 這個沒事不要亂剪指甲 剪指甲就不要剪到自己的肉啦 太危險了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